大家好,我是魏杰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课程 是物联网的一个项目实战 智能家居 那么在物联网的发展过程中 它的应用范围是非常广泛的 其中最火的要素智能家居和智能医疗 这两块 其他方面当然也是有发展前途的 比如说环境监测等等方面 但目前比较火的还是智能家居 将来呢,我感觉是医疗这方面 也是很不错的,毕竟呢,现在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了 那么人的生命呢是最宝贵的 我们开始注重这个健康 所以医疗和家居这方面还是比较火的 然后首先来看我们这个项目 它一个整个的大纲 那我们这个项目呢,首先是 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你要做一个大的项目,比如有一些零税的基础 把它整合起来,其实就是一个项目 那所以我们这个课程呢 它有一定要求 首先呢,你要具备一定的单品机的基础 那么这个单品机 不只是我们所学的什么512 STMC2 还有一定的数字列路的一些基础 因为我们会用到一些数字列路 稍待的带一些模拟列路基础 当然512这课程呢 还主要是要有兴趣 你向我从事这方面的开发 那我们这个目标呢,主要是要 还是掌握这个STMC2 这些芯片的使用 另外呢,加了一个ESP8266 WiFi芯片 相信大家已经学过这个芯片的 我们来复习一下 毕竟我们这个项目要使用一下 还有你要掌握的是一个LCD 在前期应该去用过了 那么在这里边我们对LCD呢 做一个加深 不只是简单的写着一个字符的 要做一个界面出来 下面最主要还是一个传感器 我们智能家居这一款呢 主要是依赖一些传感器 采集数据 然后我们对数据分析 当然最后我们需要做一个网络模型 因为这个数据呢,涉及到一个传输 智能家居呢,大家都知道 其实最终采集到的数据呢 应该是传输到网络上面的 不管是你的手机 或者是一个服务器 或者呢,就像一些大片里面演的一样 最终把数据呢,传到某个公司 公司对整个我们这一块 去做一个负责 你的家里面有些什么具体的情况 那么公司呢,可能会给你做一些 报警的或其他的措施 那最后呢,我们需要 对整个项目呢,做一些了解 直到我们设计到这个项目 如何去搭建这个项目 怎么样把我们学的知识去组合起来 做成一个完整的项目 那么整个看我们这个内容呢 首先第一小节目 就是一个项目的概念 弄述一下智能的前景应用 因为我们做这个项目呢 它是有一定的应用范围的 不是说我们平白无故去做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肯定做出来 虽然现在是一个小项目不能用 但将来你找工作 肯定会用到这些东西 然后呢,是一个模型搭建 我们要整体带一个框架出来 然后才能去做具体的措施 就像我们写代码一样 有一个大体的框架 然后呢,逐步的去完善我们的一个函数 第二件呢,是我们来用CD的一个显示 那要简单的回过一下 我们来用CD驱动 然后接着我们就细致的去做一个 我们的小项目的界面 那么第三部分呢,是我们一个外设的使用 这个外设呢,包括一些传感器 主要用来采集一些数据 比如说腰部传感器 还有温湿度传感器等等 那么第二部分呢,其实是我们一个控制部分 你的传感器采集到一些数据 不可能就放在这儿,让你看就行了 肯定要采取相互的措施 你比如说有业务传感器来的 那肯定是要解释到东西,喷水呢 或者是我们觉得 比如说现在阳光太强烈了 我们需要把窗帘给拉上去 那这个时候整个还需要一个控制系统 而拉窗帘,你肯定又要电机去控制 再往下呢,是我们一个网络模块 那么上面做的都是一些单机版的东西 然后我的传感器采集到一些数据 数据怎么处理产生什么样的措施 那最终呢,其实还需要一个网络模块 要不然就不交物理网了,对吧 需要网络 最后我们做一个整体的归纳 做一个系统集成 把所有的器材卸掉好了 完成一个小型的整理家具系统 OK,来看我们的这个课件 那么首先第一部分 它是一个简单的干净性的指使 那么对课程 第一部分是一个关于教师介绍 那么曾经有些同学你看过我的课程呢 我对自己呢,不知道太多的介绍 长得就这个醋样 看到课程桌面就看到我了,对吧 啊,幸运民间 最近呢,也是跳槽了我 最近呢,在打内科技工作 负责安卓方面的指使 当然之前呢,是一直在做物理网 做了三年多的物理网课程 直接也穿插了一些项目 所以接到这个项目呢,我是非常高兴的 那关于我呢,不想弄出的太多 下面呢,我们还是看我们这个课程 首先我们做了智能家居 那么了解一下什么是智能 啊,那么智能家居呢 其实在互联网影响下 最近发展也非常快的 啊,它主要是通过物理网系技术 将我们家庭的各种设备 啊,联系在一起 那么与普通的家居对比起来呢 它肯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其实最主要实现了一个 一体化,自动化的 把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都集中在一起 方便你去做一个管理 或者让你生活更加舒适 更加安全,更加放心 那么智能家居它最初的发展呢 其实主要是一个灯光的一些控制了 或者电器的远程控制 你比如说最一开始呢 我们灯光永远是一个机械的开关 后来慢慢的发展稍微智能一点 就是一个感光 白天呢,有些地方灯就不会亮 天色一暗了,它就会亮 然后后来呢 比如说我们的窗帘 需要用电机来控制 产生一个电动窗帘 那么随着行业的发展呢 智能家居上发展的越来越好了 那比如说 现在的楼房里边 早些年呢,每一个门上面都有按钮 这个按钮呢,家里边有一个 类似电话的东西就响起来了 那现在其实这个东西做的更牛叉 我们家里面是有一个中端机的 上面有个屏幕 我们通过屏幕能看到门外是谁 是谁在按这个东西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那么现在智能家居的发展呢 非常牛叉的 涉及到一些安防 还有一些可视 还有一些门禁的指纹等等 市场呢是越来越大了 所以我们做这个其实是非常有用的 那说起这个智能家居呢 他其实很早以前也就有了 其实我上大学那会就一直在做这个东西 但是直到现在虽然有了一些可视电话的什么的 最终呢也不是发展的很好的了 目前来说就是还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 市场的消费观念还没有形成 但是他的技术已经是比较有差的 有些公司 科大讯飞等等这些公司 都在做智能家居 包括微信 还有对智能家居流出了一些接口 据说海尔的这些冰箱的电器 都可以通过微信来进行控制 这就是一个智能家居其实 当然我没有用过这种家店 我比较穷 用不起 那智能家居他现在发展的相当好 其实他的市场是非常有潜力的 产业的前景非常光明的 这个东西就像我们有时候像炒股一样的 大家都在追的时候 这个东西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饱和点 可能就有亏损的概念了 那如果这个东西呢 现在技术已经成熟了 当然就在乘乘欲动 这个时候其实是他的潜力是非常大的 一旦它爆发起来 那就可能市场的非常牛叉的 OK那么说了这么多呢 其实相信大家也应该知道 其实现在智能家居这个 还智能医疗这方面的东西是相当好的 需求量也相当大 接下来我们看我们这个智能家居模型是如何搭建的 首先最开始的 对于任何一个东西呢 我们采用的是这个CS端 那么C 客户端 S就是要服务器的 那针对我们这个项目呢 主要是还是 停留在你的客户端 因为服务器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也是需要一些网络知识的 或者是要web服务器的知识 那我们是搞硬件的 可能这方面的东西你也做不了 那我们主要负责到底层的硬件 那这个时候就涉及到一个客户端 那客户端 在我们这个项目里边 我们大体的合作为两块 第一块呢是你的硬件设备 就是你手里边的天花板 加上一些传感器等等 那么另一块呢是我们的手机APP 既然做智能家居的 起码效益一点点智能 服务器可能你搭建不出来 那么这个小型的APP 还是比较好用的 因为这个APP呢非常好做 如果不追求界面 单纯有功能的话 那很快就可以给大家做出来 到时候我会把APP也发给大家 那么我们整个这个项目做完以后 你可以从硬件上 一个开发版的屏幕上看到的信息 或者通过开发版的按钮 做一些操作 最后你也可以从手机上 看到一些信息 或者从手机去操作你的硬件 那这个模型其实就是发展到最后 应该是你家里边的任何一个器件有了不同 不一样的反应 那么直接通过网络远程传输到你的手机 或者你指定的地方 对吧 那么现在我们做远程传输可能不太现实 因为你需要服务器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近距离的一个网络 这个模型还是可以做出来的 那么先看第一块我们这个硬件设备都有些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MCU 你的核心控制器 然后我们这一开发版是ITM32 F407的V1型号开发版 那么针对这个芯片 首先你要做一些前提的准备 比如GPIO怎么用 中段怎么用 串口怎么用 还有SPI iPhoneC走线 都有些什么东西 你要把这些知识都掌握好了 然后才能进行接下来操作 那么下面接着就是一些传感器 智能家具呢 无非就是将一些传感器 咔咔咔的堆在一起 然后采集到数据 最后通过网络传到某个地方 或者手机 或者是服务器的某个地方 对吧 然后通过大数据什么分析 所以第二块呢 是要做一个传感器 那么我们这里边有业务传感器 人体红外传感器 轮实度传感器 那从名字上大家可以看到 它能做什么 后面我们会有详细的介绍 当然传感器是非常多的 假如你想做的话 可以用N种传感器 把它搭成一个巨大的系统 比如说还有什么摄像头等等 都可以加上来 下面是一个网络模块 然后网络呢 我们用的是SP8266 搭建一个网络模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呃 单品机采集到的数据呢 可以和我们的APP进行一个通信 然后APP上面可以写出信息 可以反过来控制你的硬件 再往下是一个存储器部分 那么为什么要用存储器呢 在这个整个系统的控制过程中 可能你需要用到一些数据 而这些数据不是临时的 是永久性的 比如说我们如果做版一个系统 需要做登录 那么登录上去 就会有用户名密码 那么用户名密码 不可能是你在代码里面写死的 可能有动态的用户 动态加上去的 所以这个时候 你需要保存数据 如果增加了一个用户 那么数据应该放在哪 那针对我们的项目 当然说我放到我们这个 开玩板上的某个地方 那你不可能放到手机的APP里面 那放到手机APP呢 不是我们研究的范围 对吧 下面还有个显示器 在你的硬件上 像我们的现在的门进系统一样 都有一个显示器 可以看到一些信息 再用下是一些其他的控制设备 那么整个在我们的传感器 采集到信息以后呢 可能会做相应的反应 比如说拉住窗帘了 或者控制你的家里边 或者某个家里电器 某个灯泡 怎么电怎么电 那这个时候 需要一些其他辅助设备 那关于我们的手机APP 这个APP呢 由我来做 大家不用做 主要做一个登录信息 但任何一个东西呢 最终还是需要登录的一做完了 不可能任何一个人 都可能随便上来就用 那么手机有个登录 登录完以后 我们可以整体的显示 我们室内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业务传感器传过来的 业务指数是什么样的 实时的显示出来 还有一些简单的控制 比如说我们要控制某一个灯泡 让它开了 或者是让它关了 或者电视机 热水器等等 然后下面还再加个用户管理 我们通过手机APP呢 可以增加一个用户进去 然后这个用户 就接着重处到你的这个硬件 重处器什么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硬件 这块做一个用户的管理呢 因为这个硬件这块如果做用户的管理 你需要用一个接盘对吧 你要打这 那么你增加一个用户 有用户没密码 你要打这 那我们这个硬件打不出来 有人可能说手写 这个手写是有一个问题的 最好是有一个接盘 有一个真正的操作系统 这样你才能通过硬件 来操作你的用户 那说一个用户管理这一块呢 我们主要还是通过你的APP 来增加一个用户 增加一个密码 然后当你点保存的时候 它通过你的网络模块 传到这个芯片什么 然后芯片呢 做一些处理 将它保存到重处器项目 这样就OK了 那这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 真正家居这个模型 设计的一个方案 当然这个方案呢 是比较小的 真正的大型项目 可能中间加正能的设备 是非常多的 而且还要做服务器 端年数据传输 那针对我们这个小型的项目 这个方案 加上这么多东西 已经足够你用了 将来我们做到大型的项目以后 其实基本也是差不多的 但是我们做到大型的项目